大家好,世界歷史上第一個被公認為球王的球員 巴西傳奇人物比利剛剛離開了我們 我幾忙都需要為他做個特輯 其實大家就這樣上互聯網看資料、傳記電影 都會知道很多關於他的生平歷史故事各樣 所以我今天就不打算很詳細地去講他的生平 我會比較著重比利的心路歷程、心理分析 他處於那個年代的戰術氛圍以及對於他的評價 最後會討論一個問題 我是在1998年12歲開始接觸足球 一年之後我就對足球歷史很有興趣 但是當時互聯網上還沒有Youtube 所以我根本沒辦法看到以前的歷史賽事 就唯有千方百計 小時候沒有錢買錄影帶 所以就唯有想到去圖書館借錄影帶看 是圖書館裡面看的 不讓你借走的 那我第一場看比利完整的比賽 就是1970年世界杯決賽 巴西對意大利 我還記得是林尚義評述的 那就是比利最後一屆世界杯 而且是最後一場的世界杯賽事 上半場打開紀錄就是比利的頭錘 當時是左腳王李維連盧大腳踢給他 比利身形不算高大 但是他捕捉位置很強 一向他頭錘也很厲害 頂贏了意大利的首位 而最後他助攻艾爾拔圖就埋齋了 4比1贏球 永遠奪得雷米金杯 之後我對比利的興趣越來越濃厚 然後我就開始找回他第一屆世界杯來看 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 當時根本沒有人認為巴西是足球王國 甚至只不過是認為他們是1950年輸球的主辦國 就是輸給烏拉圭那場的馬拉賈拿悲劇 去到1958年根本沒有人看好巴西 歐洲人當時只好奇這班南美球員是怎樣的 所以雖然年紀只有17歲的比例去參加世界杯 但是他根本是毫無壓力的 報道就說他很有自信 我就覺得他當時是太小過不會害怕 他甚至未必都知道外面的環境是怎樣 足球世界的水準是怎樣 他就是想著都是用回他在街頭學回來的風格來踢 當時巴西球員的風格完全跟歐洲那邊是不同的 巴西小朋友我們讀書都有聽過 找些臭物摘成個球去玩而已 在街頭自己踢出來 所以加了很多打雜技的元素去踢球 或者巴西功夫元素 當時歐洲人完全沒有見過這些東西 當時50年代的足球理論就是這樣的 有前無後就打死罷就 最緊要是進攻 那就是說完全講求個人能力而已 沒有什麼戰術可言的 所以一給到很多空位這班巴西球員耍雜技 那些東西就演出來了 巴西不停是用個人能力一直殺入決賽 決賽對著主辦國的瑞典 那又是繼續有前無後打死罷就的最佳例子 因為當時瑞典其實是首先領先那邊 用回我們現代足球的觀點去看 現代足球的觀點就是 一開球你領先了其實非常好處 你還要主場之力 入了球之後保守一點 縮後一點 穩守反擊 那對方其實面對密集就很難追 尤其是踢決賽 面對密集最難組織 但是1958年的主辦國瑞典 決賽一開頭雖然領先了 但是竟然沒有改變到風格 繼續有前無後打死罷就 沒有保守到 領先都是照樣被巴西打反擊 比利竟然可以很多空位推進 也有一球球 就是比利背著羅門拿球的時候 後衛竟然沒有頂住比利的背脊 任由比利在禁區裡面轉身 再滴那個球過你 再球不著地這麼多空位去射門 所以就輸回頭 比巴西贏回5比2 由此可見 50年代根本沒有戰術可言的 防守非常之鬆散 17歲的比利拿這屆世界盃 完全只需要靠天分 以及對方的球員或者國家隊 對她毫無認識 不熟悉 是完全輕敵 4年之後 去到1962年 智利世界盃整個球壇 其實都還沒有足球智慧 即使已經完全看到巴西捧世界盃 完全看到比利肯定是全世界最厲害的球員 也看到比利的巴西國家隊隊友的有天分 但是依然不會想到什麼整體防守戰術 針對性部署 防守站位的應對方法來應對巴西 所以比利打1962年世界盃的心態 依然是單純靠個人能力 其實本來都很順利 但是當年她只有22歲 就不懂得流放 不停用個人能力自己去 去到第二場球隊 捷克斯諾克 又是自己去 自己衝自己爆 就拉傷了 她不是被人踢的 她是自己拉傷了 提早結束了世界盃精程 不過即使是這樣也好 對方還是不懂得怎樣用戰術 針對性部署應對巴西 去到決賽 這個切克斯諾伐克 又是有前無後打死罷就 不斷被巴西打反擊 小廖加拉查就是這樣打起成名了 又被巴西衛免成功 還要是被這一支沒有比利的巴西 一樣衛免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整個球壇才開始想到 原來你盲目對著巴西去比賽沒有用的 別人有沒有比利都贏我們 所以就要開始想怎樣防守 就是再過多4年了 去到1966年 英格蘭世界盃 才開始想到 要用整體防守戰術 針對性部署去對巴西 對呀 比利在這一刻真正的挑戰才開始 是拿了兩屆世界盃之後 真正的挑戰才開始 精彩的故事 才開始 好啦 這一支1966年的巴西國家隊 一到英格蘭就已經立即有記者問比利 怎樣看現在全世界的足球壇都說 準備用防守足球來對付巴西呀 比利雖然當時長篇大論回答了 但是他的答案只是反映著巴西根本不知道 全世界準備用什麼防守戰術 巴西根本不知道即將會發生什麼事 只是想著繼續可以有空位去表現自己的天份和個人能力 誰知原來防守戰術就是三個人一起看著比利 終於出現了一個針對性部署了 雖然現在來說呢 這些不是什麼防守的特別方法 但是以以前來說呢 就很特別的了 以前就不是這樣的 以前呢 一直都沒有這些東西的 例如前兩屆我們講的世界盃 完全沒有這些東西的 簡直連單對單防守都沒有的 全部只不過是站在那裡的雪糕桶 給你去扭的 但是去到1966年不同了 原來只要三個人一起對著比利 比利就不知道怎麼做了 第一場對保加利亞已經是這樣 比利在運動戰完全發揮不到 只是單靠一個佛球入球勉強過關 第一場都是贏的 這樣就沒得反省 這樣就大劑了 第二場對匈牙利也是被針對 比利也是一個對三個沒有了表現 加上匈牙利是打穩守反擊 即是反過來巴西就不會應對 馬上輸兩個反擊輸了 以前是巴西打反擊贏球的嘛 現在反過來是被人打反擊輸球 也就是說 當人家都懂得用防守整體戰術應對的時候 幾有天分的巴西都立即變得平平無奇 而且還暴露出巴西球員只是僱著演天分 而是沒有對抗性的問題 身體欠缺衝撞能力 第三場對葡萄牙輸了身體對抗性 輸了第三場分組賽出局 當然了 所有人都看到那屆世界盃的防守球員 怎樣對比利作出操野的難節和犯規 但是因為當時還沒有什麼制度 所以球證就不會容易罰一個球員出場 有見及此 去到下一屆的世界盃 1970年開始 就有鮮明的紅黃牌制度 去懲罰惡意犯規的球員 你可以見到 雖然不是第一個推動這件事的人 但比利也促成了足球歷史上紅黃牌制度的其中一個人 而且我認為了 比利也是第一個推動了足球戰術進化的人 由於他天分太高了 奇高了 是個奇人來的 所以 即使全世界的反應怎樣慢都好 漸漸都要被迫想到 怎樣對於他來做個針對性的部署 以及對於巴西怎樣去一個 叫做整體防守、穩守反擊的初刑 經過了戰術的進化之後 其實故事就是由1966年開始精彩起來 如果一直都是比利、巴西玩完 是毫無趣味的 但是巴西這一屆失敗了 比利就要開始想應對方法 那就精彩了 其實本來他的心態都是心灰意冷 他不想踢1970年世界盃 一來他怕再這樣踢下去會被人踢死 二來根本想不到怎樣去對付對方的這種防守方法 再加上 巴西當時國內已經給了太大壓力國家隊 例如1966年世界盃都未開始之前 巴西國家隊還未出發去英格蘭的時候 國民已經在說他們是三屆世界盃巴西 根本還未贏 已經要求巴西隊去贏冠軍 比利就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壓力大到他有點不敢再想代表巴西國家隊參加世界盃 還開始想退休 當時他只不過是29歲 這麼快退休 足以可以見到他承受到很大的壓力 但是當時巴西國內是受到極權統治民不聊生 看球看比利踢球 已經成為國民調劑生活情緒的活動 比利也成為了巴西人的精神食糧 他自己都知道巴西人都希望比利可以為他們參加世界盃 為人民打氣 比利就硬著頭皮去參加世界盃 就唯有要動動腦筋 怎樣去應對進化了的足球比賽 怎樣去破解對方的防守戰術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保障自己不用被人踢死 終於讓他想到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去最多防守球員的區域 就不會那麼容易被人踢到 而對方最多防守球員的區域 就是人家的後防線那裡 所以方法就是比利 不要再打前鋒位置 不要再負責衝鋒陷陣 不要再一個扭幾個 離開對方的後防線 那就不會被人踢了 好了,離開了前鋒位置之後 那怎樣呢? 改變位置 踢第二個位置 變成打進攻中場 只是負責做助攻 轉型打第二個位置 這個暫升的思想就出現了 所以這個世界 永遠就是挑戰與回應 挑戰與回應 面對挑戰就要想辦法回應 對方的防守進化了 才逼到比利找到最佳的位置 十號位進攻中場 主角靈魂位置 吸引到對方防守球員的注目 但是因為他不會向前扭 所以人家都不敢踢 不敢犯規 這樣就能夠拉倒對方的防守球員 去別的位置 集中到比利那裡 而創造出其他空位給隊友 他再助攻 這樣就瓦解了三人對比利的針對性部署 就是這麼簡單 一想到之後 一做出來 巴西立刻創造出前幾屆 他們都沒有的整體組織戰術 進攻的組織開始有三角短傳突破滲透 所以就是你有張樑計 我有過場梯 足球就是這樣 你進化 我又進步 你防守厲害了 我又想新的進攻方法 這樣才有趣味 比利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當中有很多經典的助攻 最經典的那一刻 就是對著英格蘭的冠軍前哨戰 即是前一屆的冠軍巴西 對著上屆冠軍英格蘭的這一場大戰 比利在接近禁區頂的位置 以往他就會拿球向前一個扭三個 這樣就會扭失 但是呢 這次他就不向前扭了 他變成了對方的防守球員不敢出腳 因為他都沒有向前扭的停球 他踩停過球 但是他也是集中了三個防守球員下去比利那裡 這樣就搞到英格蘭看漏了右邊的進攻球員查詩奴 比利當時本來是背著查詩奴 他好像有後眼那樣去禁區頂附近 停球再交直線進去 被查詩奴射入 一戰就定江山了 就是這樣贏了當屆最大的敵手 英格蘭一直殺入決賽 去到決賽都有類似的助攻 而且他這次轉型打進攻中場 亦都產生了很多其他的要素 其他的進攻組織方法 就是他由進攻中場後上插入禁區 接應傳中球再入球 這種後上插入方法 還有效率過他自己扭進去 甚至產生了一些靈感男神上身的表現 例如分組賽第一場的時候 由於他多在中場做組織策劃踢球 所以就創造出世界盃歷史上第一次 在中圈那裡嘗試奪死守門員的軟射 雖然這一次是失敗了 但是全世界都驚訝 原來有人會想到 甚至夠膽做出來 這些在中圈嘗試 軟射奪死守門員的入球 我們看球看了這麼多年 看到今天 已經有很多這些入球 例如是碧咸 例如是沙比亞朗素 甚至我們香港蔣世豪都試過 但是比利是世界盃歷史上第一個 去嘗試做這件事的人 是他創造出來 比利在1970年成功捧起世界盃 就是因為他轉型打第二個位置 瓦解了對方的防守 也成為了後世對於戰術運用的參考 所以我認為比利是第一個 推動足球戰術演化的人 就等於物理學的牛敦 經濟學的亞當史密斯一樣 是有殿堂級的頂端地位 雖然並不是真的推動出很複雜很高層次的戰術 還需要好幾代人的努力才有 但是比利就是給了我們後代的一個啟發 就等於牛敦啟發了愛因斯坦 所以即使有人覺得比利不夠馬拉丹娜那麼好 他戰術的思想沒有告魯夫那麼高 但是他是第一個啟發我們人 所以我也是認為他是我心目中的球王 不過他的國家隊巴西就像摩連盧 被自己創造出來的時代淘汰回頭 摩連盧就是創造出更加堅固的防守足球 甚至拍大巴 就令到很多中下游分子仿後他 去對付他轉頭 令到足球的風氣由來回高足球 變成更加防守型的足球 摩連盧就再沒有能力去執教強隊面對這些密集 就被他創造出來的年代或者叫做風氣 去打敗回頭 而巴西國家隊也是類似 巴西國家隊1950年至70年年代 當中太強了 啟發出人家的防守足球 防守足球一路抬頭一路演化一路進化 到現時今時今日 巴西就再沒有辦法發揮他們 他們街頭足球的森巴氣息 就正如他們現在最好球的尼馬 尼馬踢球的風格 尼馬還是有些類似街頭表演性質 森巴氣息那種 單靠個人天分的風格 欠缺了現代化的機動性和意識 所以你會發現尼馬和尼斯的距離其實相當遠 巴西這一代的人出到很多速度型的球員 例如雲尼斯奧斯 又或者好的防守中場 中堅都有 但是就再出不到 好像比利、李華道、朗拿丁奧 這些靈魂人物球員 就是因為差一些機動性的訓練意識 即是說其實比利、李華道、朗拿丁奧 甚至告魯夫、馬勒當拿 這些這麼厲害的殿堂級球員 如果來到今時今日的密集防守年代 他們演出的空間都會大大縮小了 必須要靠更多的機動性訓練意識 才可以在這些狹窄空間當中 做回禁區頂的組織任務 足球就是這樣 不停演化下去 對於球員的要求 亦都隨著年代的不同而不同 現在未必要求你有很高的天分 但是你必須有很強的整體意識和機動性 我經常都說 我自己就覺得 恩尼斯達有達到球王的資格 因為他的作用足以令巴塞拿歐聯 令到西班牙拿世界杯冠軍 但是恩尼斯達的個人能力 就遠遠不及比利 馬勒當拿、朗拿、Dino、告魯夫、迫根包 所以如果恩尼斯達 他活在大約五、六十年前 他只會是一個很普通的球員 他不會發揮到他整體意識和機動性 他就是要活在哥迪奧拿的2000年代之後 還要踢巴塞和西班牙 才會發揮出他的作用 所以恩尼斯達只不過是我認為的球王 他並不是公認的球王 也就是說 每一個人對於球王的定義都不同 甚至每一個年代對於球王定義都不同 講到這一點 我們就可以再伸延討論 然後再加上拉斯這個問題 我曾經聽過有人這樣說 雖然比利三奪世界杯冠軍 但是他從來沒有效力過歐洲球會 他沒有來過歐洲賺食 那他還可不可以叫做球王呢? 答案就是以前那個年代 對於球王定義是不同的 今時今日你當然要去到歐洲頂級聯賽賺食 最好拿過歐聯冠軍再拿世界杯冠軍 你才能夠服裝 好像美斯那樣成為球王 但是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左右 當時根本不流行轉會 而且比利他拿完一九五百年世界杯之後 他已經被國內人民封城封魂人物 那些人已經當了他是巴西的國王一樣 加上他挺帥仔 所以他在國內就這樣接拍一些廣告 再加上當時電視開始興起 有電視廣告他就越賺越多錢 根本賺到盆滿撥滿 就不需要去歐洲賺食 都已經成為第一個擁有一百萬的球員 以前那個年代一百萬是富可敵國的了 所以根據那個年代的風氣和定義 我就不認為要去歐洲效力才可以成為當時的球王 當時來說比利就絕對是球王 而且我們不可以把比利拉下去這個年代 去定義他究竟是不是球王 不同年代就有不同的球王 今天我做這條片是Purpet Good 即是大盤利益 所以我就不希望有任何一些東西隱藏 在Patreon片尾彩蛋裡面 所以今天是沒有Patreon片尾彩蛋 所有東西都講完給大家 分享完給大家 多謝大家 拜拜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是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住上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